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之所以会改名 是因为不想和生父有任何联系 他原话说 主要出于性别认同 以及我不再与生父生活在一起 也不希望与生父有任何形式的关系 周维尔是马斯克第一任妻子 维尔逊通过试管受尽所生 2000年1月 马斯克一加拿大作家贾斯丁·维尔逊结婚 2002年 贾斯丁生下大儿子 内华达亚历山大马斯克 但非常不幸 内华达出生进十周就死于婴儿去死综合症 之后 马斯克和贾斯丁求助于试管受尽 2004年4月 贾斯丁生下两个双胞胎儿子 他们就是格里芬和泽维尔 今年4月份 两人都刚满18岁 作为父亲的马斯克 当然难以接受儿子这样的背叛 外界猜测可能马斯克因泽维尔的变性问题有过争论 所以儿子不要父亲 也要变性 但是泽维尔的亲生母亲 马斯克的地任妻子 看起来非常支持儿子变性 他对泽维尔说 我为你感到骄傲 现在泽维尔更愿意人们以女性代名词来称呼自己 今年6月11号 马斯克曾发生了一条动态写道 我们不断被挂属性别不存在差异的观念 但事实上 性别差异 差异如此之大 要实现没有差异 只能通过不可逆的手术实现 我个人认为马斯克的儿子泽维尔 如果真的是性别认同障碍患者 可以通过心理调节纠正 不成功后再做变性手术 现在美国在左派放纵的思想教育和影响下 把变性当成了时髦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很多年轻人本来不是性别认同障碍患者 也固装成性别认同障碍患者 就是为了赶时髦 表明自己进步开放 或者是年轻人的冲动 所以非要做病性手术 很多美国年轻人本来没有病 在美国左派的交缩下也变得有病了 而且病得还不轻 美国现在生活真的是有病 好了 这次就和各位朋友网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